韓國瑜市場道歉 嘉義縣長翁佳良和令委陳明文 帶著產茶區各農會總幹事 抗議高雄市長韓國瑜 要把當時在北農 到底是跟哪一個經銷商 買到有農藥殘留的問題查驗 要趕快講清楚 當時跟誰買 在什麼地方買 為什麼當時你沒有提供 無農藥殘留的證明 給大陸這一方 到海關護檢以後 才被發現有農藥殘留 這次遭到點名的 除了阿里山茶葉 還有梨山茶葉 梨山茶農魚跳出來 要韓國瑜說明白 茶農紛紛表示不滿 認為商業受到影響 而受到茶農炮轟的韓國瑜 31號沒有公開行程 竟透過新聞局的媒體群組發表聲明 強調在北農經歷的個案完全與茶農無關 是經銷商供貨和適合品質不移 造成退貨影響商業 甚至還批評其他政治人物搞政治動作 但是經銷商是誰 市府聲明中沒有答案 海關應該沒有做這個要點的動作 如果說是在對方 在大陸的廠商送檢不合 那還是不是在哪個觀點出錯誤 阿里山茶農之一 一般茶葉要外銷 茶農會自行送宴後 沒問題才敢出貨 韓市府的聲明是認為經銷商魚目混珠 破壞台灣茶農商業 但到底誰是不肖商人 為了不讓老鼠屎壞了一鍋粥 韓市長應該要給茶農一個交代 三連區文廖國雄 嘉義台中 綜合報導